光复乡公所以往同意发送原住民保留地状作业 受到了疫情不群聚的影响 不少核发下来的权状都无法发送 乡长林清水不仁族人在等待 从昨天开始就挨家挨户 亲自盗府送到族人的手中 令族人是又惊又喜 乡长林清水带着热腾腾 新核定下来的原住民保留地权状 挨家挨户亲自盗府 逐一送到每位族人的手中 就算没有盛大的颁装仪式 但族人仍又惊又喜也满怀感谢 还没有呢 这是第一张就对了 你前面是你那个什么 他向前撞 然后就重新弄那个 前撞不是吗 这个还等那个还没有下来 可是这一批出来的是 我那一带隔壁的那块地 真的谢谢呢 厢长 还亲自送来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 也打乱了政府工部门 进行地方建设 以及推动乡镇业务的节奏 光复乡公所有建于乡内原住民保留地 申办业务核定通过的权状 因为疫情而未能合法给族人 因此乡长林清水从昨天开始当起了送建员 轻送道府 如让族人苦苦等候 所以没办法把各位集合起来一起来庆祝 庆祝他们得到权状 所以没办法我们就爱家爱富了 把这个权状来送到 送到我们的乡亲手上 希望他永远会安心 因为毕竟申请原保地 这个过程很长很长 送给他们很高兴 因为家庭跟财产是每个人都很重视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一的来送了 这一次我们总共有90几笔 然后就联络得上了 大概有70几笔 我们先来送 不论是继承祖先开坑的土地 或者遵照遗嘱分给子女 申办多年也等了十多年 终于能够拿回祖先的土地 部落族人放心也安心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